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耶康种植者 这集我们来看几棵长的有一些与种不同的菠菜 这些菠菜是大概两三个月前播种的 然后是种到了这样一块田地上 当时因为这个黑色的树起的东西没有装好 后面这一块区域的植物没有长起来 只有这几棵菠菜活了下来 然后在上个星期我把这些菠菜的叶子收了一下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准备一个盆子然后一把剪刀 剪的时候只剪这种下面比较大的 已经完全长开的成熟的叶子 就比如说这个 但这个也是已经长得很大了 剪的时候呢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剪到它这个叶片的最里面的这个位置 像这样 这一棵就比较明显了 从这里剪 下面有很多成熟的肥大的美味的叶子 然后你剪的时候呢不要贪多 每次最多最多不要剪整个植物叶片量的三分之一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能不能看到这个最高的这一棵菠菜 它已经长得差不多将近一米高了 上面还在不断的发出来新的叶子 这样修剪菠菜它的科学依据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菠菜它会不断的往上长 然后下面的叶片呢就是得不到阳光 然后在下面呢如果不剪掉它 就会逐渐的成为这个老叶 把这些老叶修剪之后呢它会长出更多的新叶 我拿这一棵给大家看 看这这一棵菠菜它是这样的 然后这一片叶子现在这里长得很大了 然后我把它剪掉 它在这个分叉的地方 看又长出来了新叶 它是连续不断的在长 把这些老叶剪掉之后呢 新叶能够获得更多的营养 然后呢就能获得更多更新鲜的叶片 同时呢因为你把底下的叶片剪了 然后植物呢它出于本能 就能更多的刺激它的生长 长出更多的分支 长得更高 像这一棵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分支 然后这些呢是种子 没有对它的位置进行设定 我建议大家在自己种植的时候呢 是至少每隔20厘米 播种一棵 不要种的太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按照这个方法来种植 我们所获得的菠菜呢 跟超市里面买的菠菜 是完全不一样的 超市里面呢就一小把 有几片叶子 而这种呢是可以不断的生长 不断的采收 总共呢这里其实是只有五棵 菠菜 但是它的产量呢 每周都可以像这样 剪一盆 这样做炒菜至少可以做两次 好的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集的椰康种植者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能订阅这个频道 给我一个赞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